干货去拿走,可见有赚钱 大家好,我是评论王老师 我们陕西凉皮很出名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陕西凉皮里面的米皮 很多朋友说 自己蒸的米皮拔不下来 一脚就断,吃到嘴里粘口 所以针对蒸米皮 遇到了这些问题 我今天做一个详尽的教学 今天教大家 怎样能蒸出口感软糯 搅拌不断,吃到嘴里 有点口弹,记忆到的米皮 米皮要想蒸好 米的选择很重要 我们要选择凑一点的成仙米 也要米皮粘米 今天我用了两斤干米 期间用水泡了六个小时 准备磨米浆 咱们磨米浆 选用这种磨浆机 磨出来的米浆,蒸米皮更好用 开始磨米浆 用两根水管倒水 这个水量刚刚好 磨好的米浆,你看,特别细腻 特别粘稠 但是不能直接上床蒸 还需要一步,关键的一步 烫浆 你蒸出来的米皮一搅就断 口感达不到软糯,口弹 很可能就是烫浆这一步出了问题 烫米浆,开水一定要烧到 沸腾,拱碳 舀水的工具也要烫热后使用 然后凶速的往米浆里加入开水 搅拌 踏好的米浆,搅到里面没有疙瘩 我刚才用两斤干米泡后磨成的米浆 加了一斤开水,踏成的姜 烫浆这一步很关键 只有一次机会 踏过来了,不成形 踏不到,口感反应 踏好的米浆,你看,就是这种状态 只要踏好后,我们就开始蒸米皮 隆梯上,铺上大石头龙布 摇米浆 倒到中间 然后轻轻地摇开 摇开,摇圆,摇到保护基本勾勇 刷开水锅 放平 上锅盖 上气后即死 三分钟 接锅盖 你看,米皮起大泡了 你说明熟了,赶紧出 铺子按摩上 铺平 然后接起龙布 其他的,一起来腿 摇米浆,往中间倒 提起来摇 摇的时候,要轻轻摇 不要把米浆跑到农布外面去 上锅 放平 加盖 三分钟 解锅盖 起大泡 铺 铺子上一扎上 中间记得一吊抹油 起龙布 正好的米皮,你看 拉到手里 软软的,坦坦的 再甩一甩,也不会断 我们陕西花椒 让我铺在包子上 包子上的字也能看见 很透 皮子蒸好后 准备开始 切皮子 拉拢刀 开始切 切好的皮子 你看,晶莹雪白 很漂亮 搅好的皮子,你看 辣椒红 米皮白 看着特别有食欲 挑开 你看,怎么挑也不断 这就是陕西套色 关于调料的状态 可以看我们往期视频 最后,我回顾总结一下 蒸好米皮的几个技术要点 一 米一定要选对 一定要选 操 盛的鲜米 也就是凉皮粘用米 二 它掉这一块 一定要掌握好水分和比例 这样蒸出来的米皮才绕 三 蒸的时候 一定要用大火收出去 这样蒸出来的米皮 才能蒸熟悲断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